封冰箱新设半岛水稻田一起到座成熟 一片金黄色稻浪搭配着大海浪 美丽的双浪风光成为游客民众拍照打卡热点 平常不说 当午节离去假期 大批游客更是蜂拥而至 不过他们不仅乱丢垃圾 还任意践踏破坏了水稻 农民看了很心痛又很无奈 期派游客民众可以置中 突出于太平洋东岸的封冰新设半岛 金黄色稻浪搭配大海浪 双浪美景超梦幻 成为了游客民众打卡牌照的热门景点 游客一波波的来 却是农民噩梦的开始 平日就不说 端午节连续假期 大批游客蜂拥而至 不仅乱丢垃圾 也任意踩踏破坏水稻农作 农民健壮上前劝阻反召呛 引发口角争执 为新色半岛有机水稻田 鼻祖的潘云华心痛也无奈的表示 希望游客能自重 后面那个被割掉 就是我原本大家也是商量 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慢一点割 结果那天就差点跟游客打起来 因为有些游客 真的也是很怎么讲 都不能讲 这个明明就不能进去的东西 田梗就可以让你拍了 尤其是要田中间采的这样子 这里是我们很辛苦的种植半岛 蜂冰湘新色部落农民 在农政单位的辅导协助下 近几年来在新色半岛上 逐步朝向有机栽培 友善农耕的方式来耕种生产 并且也结合推动 休闲农业体验旅游产业 对游客的踩踏破坏 及垃圾污染 部落社区协会也相当痛心 也呼吁游客能够多发挥功德心 说真的我们真的是愿意分享 有人就会说干嘛要分享 但是我们隔马蓝族就是互助分享 这个族群才能够重活下来 那我会觉得也许大家不知道 如何去爱护这边 或是了解这边 可能它踏下去的是 一公斤三百块的有机米 对所以说它觉得可能只是草 但是如果说这边越来越知道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品牌 也许大家就会同样将心比心 由于气候环境的限制 封冰箱稻米农产仅一年一起做 而新社部落族人友善耕作 营造新社半岛海田一色的风光 部落发展协会更是期盼大家 能共同来爱护 支持台湾农业环境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 参加热的风光 最后最后推荥的风光